大家好,2024年春节放假的通知呢,今天发布了 今天春节是放八天假,说这是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大福利 而且同时公布呢,今年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啊 从2月9号临时开始,他说呀,这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个福利 就等于说春节八天假呢,我这个高速公路通行呀 是给你弄了九天 但是你看啊,这里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2月10号是大年初一 他今年的假期啊,是从2月10号开始放的 就是从大年初一给你放 2月9号年三十呢,不放假 但是他高速公路通行呢,是从年三十的晚上免费的 他搞的这样一个春节假 所以呢,全国老百姓啊,不淡定了 我呀,觉得我穿越了 最起码穿越回了一百多年前 所以这个荒唐的事情啊 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啊,中国人说的这个过程节啊 最大的意义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啊 吃这个年三十的团圆饭 也叫除夕夜嘛,就是除旧阴心嘛 但是你把春节假期呢,把最重要的一天 也是把节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除夕夜的团圆饭这个活动呢 给他跳过去了 假期从大年初一开始过 你让老百姓咋接受呢 对不对,几千年传下来的就是 家人无论走多远呀 一年到头呀,就赶回家 年三十呢,一家人坐在一起啊 包个饺子,出个团圆饭 合家团圆嘛 这是过春节的意义嘛 也代表着除旧迎新嘛 我们在这首页 旧的一年过去迎来新的一年 这是过春节的意义呀 但是你把这个假期从大年初一放 叫老百姓咋接受呢 难道说中共不知道这个年三十的意义吗 对不对 所以啊,这个事啊 让老百姓啊,搞得是非常的气愤 老百姓就说啊 现在的这个中共扬节不让过 自己的节日呢,搞得乱七八糟 谁都知道,按照千年的习惯 年三十一家人团聚 大年初一是给公婆拜年嘛 大年初一是习父回门嘛 然后后面是拜见亲戚朋友嘛 等等这些活动呢 都搞得成千年了 现在到习共这一场 就不能这样过了 这个事情啊 就让人产生了很多联想 那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习俗是什么时候破的呢 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2014年的时候 他曾经公布过这样一个放假计划 就是除旧不放假 但是当年呢 这个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 基本上底下各个单位啊 还是按以前那样的调休 就是从年三十就开始放假了 那么上一次 由于民间反应声音特别大 这个事情就隔止起来了 一直到今年又被他们提倡日程 而且是已经决定了 就这样去放假 从大年初一开始 他在这个通知里头啊 判老百姓有怨言 就加了一条说 有条件的单位呢 可以在2月9号年三十呢 跟前面的那个周日调休 但是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完全把年三十定成法定假日呀 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个事情啊 确实让我觉得啊 穿越回了一百多年前呀 一百多年前 在2016年的时候 袁世凯登基当了红线皇帝 那么再过元宵节的时候 把元宵节呢 改成上元节 因为元宵这两个字的发音呢 确实对袁世凯啊 不利 元 袁世凯姓袁呀 然后肖呢 对了一个肖王的肖 元宵就是希望元宵肖王嘛 或者是要消灭元宵肖嘛 对不对 所以元宵下令呢 把那年的元宵节呢 叫做上元节 这就成了一个千古笑话 但是老百姓的智慧呢 也非常多 虽然你不叫元宵节了 那么叫上元节这个不论不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的地方呢 就把这个元宵啊 叫成汤元 就是烫元宵 烫死你元宵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声表达嘛 结果元宵登基以后啊 民怨太大 再当了83天皇帝以后啊 宣布退位 这呢 就成了中国一个千古笑话了 我想呀 在中国啊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 都知道这个荒唐的事情 那么再往古代说呢 还有一个荒唐的事情 就是当时北宵的长州太守呀 叫个田登 当时的习俗呢 到这个真月十五啊 就是长州城啊 要过这个元宵登会 那么家家估呼呢 都要点灯了 就叫做点灯 但是这个田登觉得 灯跟灯是同音字 那么你点灯 你是不是要放火烧我呀 所以呢 他就下了一道指令 说今年的元宵节啊 不准叫点灯 要叫放火 所以就有流传的那一句嘛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嘛 这就是对这种愚昧封建官员的 一种讽刺吧 结果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又出现了 我们刨根问你的去想啊 为什么不让老百姓给我除夕呢 我们看一下 当今圣上叫什么 叫习近平嘛 除夕 那就成了除掉习近平 这个多不吉利 所以他从2014年的时候呀 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想闭这个会 结果当时民怨太大 另外呢 当时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啊 还没有稳固 那么到2015年的时候呢 就不提这个事情了 可以说暂时做了一个妥协 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权力 已经是绝对大了 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包括俄爹呢 现在也变成了俄孙子 普京都夸耀呀 习近平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 那么这个时候 你咋能犯这个机会呢 对不对 我们咋能除夕呢 对不对 我们要高呼万岁嘛 所以这个除夕节不能过 那么今年呀 可能太敏感 这个除夕两个字 可能还不好改掉 或者是还没有想出新词 没准到明年呀 不但除夕不放假 不让你过这个节了 就是除夕这两个词呀 也不知道说了 不知道将会变成什么词呢 也许跟袁世凯那样 把这个元宵节变成上元节 然后习共呢 把除夕呢 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名称 这真是啊 让我感觉到 我们穿越了 穿越到那个非常愚昧的时代 让我们现在没法想象啊 在21世纪的今天呀 还能出现这么愚昧的事情 为了毕领袖的名会呀 把一个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呀 让全国人民不过了 而且老百姓还不敢发声 你说这个叫什么词道 中共不亡能有天理吗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就聊到这 大家有什么感慨啊 或者有什么兴趣的想法呢 请在底下留言 如果您喜欢江太空频道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